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孙菲菲 我们现在在米兰时装周的后台 目前为止我走了像Prada 然后Kucci之类的 然后Kucci之类的 昨天我走Prada 其实它的runway 其实它的runway跟上一季差不多 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 他请了六位艺术家 然后画了不同他们自己有自己风格的东西 但是都很连贯 那大家也看到它的服装设计上面 也有色彩的拼搭 当然也很独特 一些包括一些服装上会有一些笑脸 有一些涂鸦 然后跟一些笑脸的设计 包括彩虹啊 我觉得都还蛮新颖的 因为我一直在follow这个Prada每年的设计 然后就是永远猜不透它下一期会什么 让我觉得还每一季对这场秀也蛮期待的 我平常比较喜欢简单的 我平常比较简单的 像我今天就是一个牛仔短裤 然后一个top 然后下面这张简单的鞋 背一个自己喜欢的包包 走完秀鞋完妆可能大家都急着走 我就没有时间在那里慢慢的像女生一样保养自己 所以就自己准备到准备一个cream 然后在车上 然后到下一小时的中间我就有足够的时间 然后做给自己做一下按摩这样